我家门口放了一对十厘米的小石狮 邻居拍照 发到业主群 可爱得要命 球链接 群里却有人 哇 大石狮正宅 小石狮守木 你住的房子已经成阴宅了 确实 看到群里这句话时 我瞬间觉得特会气 因为这里是我新买的房子 搬过来还不到两个月 可他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消息 闲散人 洋宅变阴宅 只要在里面住上七七四十九天 活人变死人 我正编辑文字 准备骂他 发现业主群里已经有人开喷了 402 哥妈 大晚上的 别发神经 601 亲亲 这么吓人 这边补偿 我十元可以吗 101 什么鬼 照你这理论 买两个小石狮 就可以把人家全家都杀了 闲散人引用了101那条消息 并回复 闲散人 当然没那么容易 首先 要将羊宅练成阴宅 就极其困难 这两个小石狮 是为了守住阴宅里的阴气 不泄露出来 这样才能保证 阴气被注在里面的活人 完完整整的吸收掉 闲散人 再刺我 这个小石狮子是哪来的 又是哪天摆在你家大门口的 小石狮摆放的那一天 就是羊宅变阴宅的第一天 你赶紧算 睡阴宅多少天了 哪里来的神经病 越说越离谱了 我正要把编辑好的左安语发出去 忽然 群里有人发了一张道士证的照片 902 这闲散人 好像是个 道士 这是他朋友圈的照片 我赶紧点闲散人的头像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他的头像是一个八卦阵 朋友圈也很简单 就一张蓝底金字道士证照片 闲散人 接着说 闲散人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生病 闲散人 现在椰城气温40度 你家是不是都不用开空调 603 40度不开空调 开什么国际玩笑 咱们小区主打的就是 超大全景落地窗 好看是好看 可夏天那叫一个热 201 是啊 我28度就要开空调了 之前我一直以为 这个小区地理位置好 所以冬暖夏凉 其他人家里 肯定和我家是一样凉快的 但现在看来 凉快的只有我家 还有生病这个点 他说的也没错 我一向精力充沛 可这段时间 身体却越来越沉重 疲倦 但就凭这两点就说 我家变成阴宅 也太牵强了 闲散人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既然这样 你就亲自验证下 你家到底是不是阴宅吧 闲散人 想要阳宅变阴宅 第一步就是让阳光照不进来 我冷笑一声 回复道 你在搞笑吗 刚刚群里已经有人说了 咱们小区标配全景落地窗 每天阳光非常充足 闲散人 太阳熟火 而水又克火 想要阳光进不来 只要在窗户边放水就行 闲散人 当然普通的水肯定不行 我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我房间的窗台 上面摆放着很大一瓶香薰 香薰瓶里还插着四根黑箱 这是我们搬进来时 我是有赵瓶瓶拿给我的 他说香薰住眠 让我一直放在窗台 闲散人 你先去阳台落地窗那里 把那扇窗户 完完整整地拍给我看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不是一个人住吧 拍的时候 小心点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为什么 可他的回答 却让我头皮发麻 闲散人 练阴宅的过程 极其复杂繁琐 而且特别容易功亏一篑 所以一般练化阴宅之人 会一起住在阴宅里面 闲散人 这样不仅方便布阵 也方便监测猎物 睡了多少天 我心里猛的一紧 慢慢抬眸看向我的两位室友 他们这会儿正蜷缩沙发上 悠闲的看着电视 赵萍萍 我大学四年的室友兼闺蜜 自我俩毕业后 她就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不管是之前的老房子 还是现在这套大平房 我没收过她一分钱房租 因为我爸妈给我留了不少的遗产 我并不在乎钱 但赵萍萍是从大山里 一步步考出来的 正一步步向上拼搏 作为她的闺蜜 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去帮她 另一个 是我资助了十年的贫困生 张小妹 她高考后 提前来江城的奶茶店打工 尽管我已经承诺 她大学的所有费用我都包了 但她还是想多赚点钱 因为她知道 将来的人生只能靠自己 对于这种清醒的女生 我也非常欣赏 我主动提出 让张小妹来我这边住 可以省去租房子的钱 可正是我如此掏心掏肺 对待的两个人 其中竟有一个想让我去死吗 我坐在餐桌旁 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然后拍了照给闲散人 哇 落地窗前面 好像没有任何关于水的东西 闲散人 有你走进去看落地窗的四个角 我伸了个懒腰 慢悠悠的走到落地窗前 我的余光却扫着赵萍萍和张小妹 好在 他俩都没在意我的举动 我假意看着窗外的夜景 其实不动声色的打亮落地窗的四个角 每一个角上 居然真的都有一枚铜钱 为了掩人耳目 有人还把铜钱涂成了和窗框一样的黑色 如果不是闲散人告诉我 铜钱的确切位置 放在平时我根本不可能注意到 我赶紧把铜钱的细节拍照 发给闲散人 谁知 一道刺眼的白强光竟然连闪三次 完了 因为落地窗这边光线太暗 手机居然自动调成了闪光灯模式 正当我想着用什么理由搪塞时 张小妹冷不丁出现在我身后 她把头放在我肩膀上 视线也落到我的手机上 月月姐 你在拍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下意识地把手机锁屏 然后笑道 想拍个夜景 然后发个阴谋的朋友圈 张小妹抓着我的手谎的话 显得十分俏皮可爱 月月姐 是谁让你阴谋了 说出来 我去帮你出气 我不动声色地抽出手臂 脸上的笑容未变 我就是那么一说 你想想谁敢惹你月月姐 都快十一点了 你明天应该是早班吧 还不去洗澡 张小妹吐了吐舌头 回房拿衣服去了浴室 我回到餐桌旁 赶紧查看闲散人的消息 这叫水书 铜钱 你拍给我的这枚是水书胶尾龙蛇 应该是千年老坟的陪葬品 这些铜钱阴气极重 又属水 想挡住你家那点阳光 绰绰有余 你赶紧再去看看其他的窗户 我若无其事地 把公共区域的窗户都看了一遍 果然 美山窗户上不是有铜钱 就是在窗台上放着一大瓶香薰 我想了想 还是把香薰拍给了闲散人 你刚刚说普通的水是没用的 那这些香薰瓶里装的是什么 闲散人 你不会想知道的 我手指颤抖 但还是打下几个字 没事 你说吧 闲散人 湿水 而且每隔七天就得换一次新的 不然就挡不住阳光 看到这句话的一刹那 我大脑的血管像是要胀裂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颤抖 而群里的业主的反应和我一样 902 Vocal 吓到原地起飞 703 大晚上 感觉像在看鬼片 902 该不会是你们两小子串通好的恶作剧 故意耍我们的吧 闲散人没有理会群里的人 而是再次我 闲散人 你家现在肯定没开空调吧 今天气温是42度 即使是晚上都非常闷热 你现在试试把大门打开 看看外面的热浪能不能进到你家里 为了不引起室友的怀疑 我先去厨房把厨余收拾了下 然后拎着垃圾袋打开了大门 而我跨出门的那刻 热浪犹如海啸般扑面而来 可再回到家里时 却一如既往的阴冷 为了验证闲散人的话 我还特意把身子一半放在门框内 一半放在门框外 一半炎热 一半阴冷 这一刻我真的直观感受到 外面的热气丝毫进不了我家 这确实太不正常了 闲散人又在群里催促 闲散人 辩证过后 你赶紧回忆一下 小时诗是几时摆在大门口的 小时诗摆放的那一天 就是阳宅变阴宅的第一天 再算算你已经住阴宅了多少天了 我不由得慎重了几分 开始翻看手机日历 今天是8月25日 可小时诗是几号放家门口的 我已经完全没印象 前段时间公司太忙 加上装修搬家所有的事情搞在一起 我一个人差点分成8个人来用 我们是7月1日搬进来的 只记得住进来没几天 我们三人吃饭时 其中一个室友提到买了小时诗 我当时一边吃饭 一边还在接着公司的电话 所以压根记不清是谁买的 但我到现在还没死 说明我睡阴宅还没到49天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 我只拥有一小时绝对安全时间 之后的每一天 都有可能超过闲散人所说的49天的预值 因为从搬了新家 我每天都是住在家里的 而赵萍萍出差过两天 张小妹中间去了烫学校 他俩都没我威胁 我现在也没空管 小时是哪天摆的 谁摆的 当下我只要选择离开阴宅 不睡满49天 我就是安全的 我在群里回复了 闲散人 哇 虽然不确定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听人劝吃饱饭 我决定先去住酒店 明天就找风水大师来看房子 可我发出去的一瞬间 闲散人就连发三条消息 别出门 别出门 现在千万别出门 发完之后 他在群里疯狂递我 生怕我看不到 我拿外套的动作证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出门 闲散人 如果你住阴宅 已经超过42天 你的神魂就已经不全了 大晚上出门 你要是遇到厉鬼 就很可能被会上身 厉鬼甚至可以控制你的身体 去死 闲散人 你现在要先确定今天 是不是第49天 如果不是 你只要熬到白天 然后去找厉害的风水师 我引用了闲散人上面那条消息 哇 那你能来帮我解决这事吗 我可以出双倍架 闲散人 我和你住同一状楼 可我现在人在外地回不去 我心猛的一尘 只能回到 要是今天正好是第49天呢 一旦过了12点 会发生什么 闲散人 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不过 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去救你 但最后的结果我不能保证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回到房间 我开始尝试 从网上联系同城的道士 高僧的电话 可打过去 不是没人接 就是一个小时内来不及过来 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能先搞清楚 今天是小时事摆放的第几天 只要不是第49天 熬过了今晚 天一亮我就安全了 等我从房间出来时 张小妹仍在洗澡 赵萍萍换了姿势 还在看韩宗 明明电视里笑料不断 赵萍萍的脸色却出奇的阴沉 显然她正在想什么事情 我故意装作低头看手机 然后不经意开口 萍萍 咱们门口的小时狮子是谁买的呀 我能感受到赵萍萍探究的视线 落到我身上 月月 你怎么无缘无故的问这事 可当我抬头看她时 她已经转头全神灌注盯着电视 咧着嘴笑呢 这笑容看似温和 却没来由的让我心底冒出寒气 我拿起桌上的奶茶喝了一口 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 前两天有个快递小哥送外卖 夸咱门口小时狮子特可爱 正好我有个同事也快担心假了 我想送她一对 赵萍萍不在意的耸耸肩 那你去问小妹吧 东西是小妹买的 时间仿佛已经平滞 我的心跳也跟着放缓 从来没觉得张小妹洗澡这么慢 虽然焦急 但我还是在脑子里复盘 如果赵萍萍和张小妹之间 真有一个要害我的话 那确实张小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赵萍萍算上大学 已经和我住了五年了 而张小妹来的时间 和我房子变成阴宅的时间太过巧合 好不容易等到张小妹洗好澡 我又把刚刚的话复述了一点 张小妹丝毫没有质疑 直接把手机递给我 月月姐 我是在拼兮兮上面买的 你自己看 我先去吹头发了 张小妹这坦荡的态度 我又有点看不懂了 可我顾不得其他 直接打开了他买小时诗的那笔订单 先收时间 是七月五日下午六点 那又是哪天摆在门口的呢 正当我想的入迷时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 按在了我的额头上 月月 怎么出了这么多冷汗啊 我死死咬住嘴唇 才控制自己 没有尖叫出声 怎么今天赵萍萍和张小妹 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月月 刚刚我就发现 你有点奇怪 是身体不舒服吗 赵萍萍眼中的关心 不似作假 七年的闺蜜 我可以相信她吗 我想了想 还是开了口 萍萍 你还记不记得 小妹买的那个狮子快递 是几号拆了 放咱们大门口的 当天我就拆了 是我放门口的 她翻了翻手机相册 然后给我看了张照片 那天我觉得 这小狮子挺好玩的 就拍了张照片 我一把夺过赵萍萍的手机 盯着照片拍摄的时间 眼睛都快喷火了 赵萍萍拍照的时间 是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 今天已经是八月二十五日了 无论怎么算 都已经五十一天了 我立刻把照片截图 和订单信息发到了群里 并了嫌散人 死狮子 已经放在我家门口 五十一天了 我不是好好的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九百零二 还能怎么回事 肯定是骗子 六百零一 哈哈哈哈 骗子露线了 四百零一 我建议你还是报警吧 大晚上搞得人心惶惶的 二百零二 我刚刚想闲散人来着 发现他已经退群了 肯定是四百零一 说要报警 他心虚了 我打开群列表 发现闲散人 真的已经不在群里了 邻居们纷纷安慰我 让我别往心里去 也幸亏是假的 这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 群主也发了几条信息 物业小王 非常抱歉 各位业主 我刚刚在例行寻层 没有看到群里消息 物业小王 最近确实出现了一种 新型诈骗模式 T2 骗子会潜伏在业主群里 伪装成业主和邻居们套近乎 然后售卖价格高昂的风水产品 请各位业主保持警觉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物业小王 虽然他已经自己退群 但明天 我会让物业白班同事 去派出所报案 防止其他人受骗上当 群里业主们纷纷夸赞小王的态度好 6元一平方米的物业费 花得超值 确实 为了保证业主安全 物业在每一栋楼 都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 晚上住在半地下室里 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 每隔两个小时 每一层都要巡逻一次 而小王就负责我们44号楼 他也是这个群的群主 虽然大家都在说 闲散人是骗子 可我心里丝毫没有放松 如果他只是一个骗子 又是怎么知道 我家里那么多事 而且这明显的温差又怎么解释 我的思绪如同被拉进了漩涡 无法找到出路 就在这时 手机猛然连续震动两下 我连忙查看 是两条微信添加好友通知 闲散人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闲散人 我被群主踢了 你发的订单上的石狮和你家门口的 不是同一个 你订单里的小狮子 一看就是没有开过光的所物 但你家门口这个 已经用血点过眼睛 开过光了 因为你没有灵力 所以看不出来 你仔细看他俩的外观 你家门口的小石狮带了翅膀 而你订单上的小石狮是没有翅膀的 物业小王 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我将手机中的图片不断放大 但还是看不清小石狮的翅膀 我索性将房门打开 打算亲眼看看食物 可楼道的声控灯似乎坏了 即使我用力跺脚也不亮 我蹲下身 一只手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另一只手想把小石狮拿在手上看 就在我碰到小石狮的那一刻 一瞬间的高温 不仅让我的手传来火烧火燎的痛感 手指尖还烫出了又红又大的水泡 更可怕的是 那头小石狮犹如活力一般 冲我冲了过来 我吓得跌坐在地上 差点控制不住的尖叫 可当我再看过去时 小石狮子就静静立在那里 仿佛一切都是我的幻觉 而这烫伤的痛感 却让我纵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天 我正在做菜 不小心被油爆到了手指 我去找赵萍萍问烫伤膏放在哪 因为太疼 我就忘了敲门 结果看到赵萍萍在用一块红布 给石狮子擦身子 他笑着说 这是网上学来给石狮子开光的 这样可以 石狮子就有灵性 能保护我们了 因为那天 家里没找到烫伤膏 我就叫了外卖送药 我找到订单 看了下日期 那天是7月7日 我赶紧算了下天数 完了 今天竟然真是第49天 我回到房间 强忍着疼痛 通过了闲散人的验证申请 并把刚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闲散人 果然 小石狮说 到底还是有阵邪之用 我一开始 没让你把小石狮子拿走 就是怕以你现在的神魂状态 已经碰不得小石狮了 要是贸然行动 还会被练阴宅的人 看出端倪 先散人 你现在赶紧偷偷找人 把这两头石狮子 放到别处去 先散一散房子里的阴气 这样应该可以为你 争取到一点时间 我看向手机 现在是晚上11点半 找跑腿来拿 已经来不及了 而赵萍萍和张小妹 我还不能确定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物业小王 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为了争取时间 我给他打了个语音通话 可是一直显示战线 我一连打了七八个 才终于接通了 不等他开口 我急忙说道 小王 麻烦你个事 你赶紧到我家来 把我门口的石狮子给拿走 先找个没人的空房间 放着 明天白天 我在找人处理这事 小王的声音透露着惊讶 林小姐 您是因为刚刚群里的事情吗 您不用太担心 我不耐烦的打断他 有什么一会儿再说 你先把东西拿走 好的 我马上上来 我谢过小王 然后挂断了 电话 就在我在房间焦急的躲步时 手机又一连震动了好几声 我本以为是闲散人 又给我发了消息 可没想到 还是物业小王 物业小王 林小姐 我想了下 觉得这事还是有必要告诉你 那位闲散人 确实是骗子 她发了一张截图 是刚刚闲散人 在群里说话的记录 可在她的图片上 闲散人的名字却是 1801吴小姐 物业小王 之前您对门1801的吴小姐 是不是打过您的电话 让您把石狮子拿走 哇 对 我记得 她当时还是用了虚拟号 她打了好几次我才接的 结果 她上来就气势汹汹 说我家门口 这对十厘米高的小石狮子 差点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我就没同意 物业小王 当时她也打电话给我了 我就加了她微信 给她备注了名字 物业小王 你们没有好友的人 在群里看 是她的微信 明显散人 而我这边显示的是 我给她的备注名 哇 显散人 是我对门1801的吴小姐 物业小王 其实我刚发现的时候 也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吴小姐 为什么要在群里骗你 现在你半夜突然 让我去把石狮子拿走 我就好像有些明白了 哇 你的意思是说 她搞那么大阵仗 就是为了报复 我没同意把石狮子拿走 物业小王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又连发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上 是几瓶和我家里的 一模一样的香薰 另一张拍的是 落地窗上的铜钱 可照片里 这装修风格 根本不是我家 物业小王 这是我之前在您楼下 1702的住户家拍的 我连忙问道 她家里怎么也有这些 小王 姗姗打打了半天 最后发来了两句话 物业小王 我们这栋楼 从17层到19层 每一个房子里都有这些 所以你对门的吴小姐 才会知道 你家有这些东西 物业小王 至于这三层楼 为什么有 我也问过我领导 可我领导 却让我别问那么多 咚咚咚 叮咚 敲门声和微信铃声 同时响起 我低头看向手机 是闲散人 给了我发了两条消息 闲散人 如果你是叫物业小王 来拿小时诗的 让他拿了就走 我总觉得 他有点不太对劲 闲散人 我出差之前 为了健身 每天走楼梯回家 我在楼梯间 遇到过他几次 他和你家那个 矮矮的女生在说话 矮矮的女生 我和赵平平的身高 都是一米7 而张小妹在 从哪儿冒出来的张小妹 伸手就要开门 我猛的一把拉住他 声音不自觉就染上了绿色 你干什么 张小妹似乎被吓了一跳 瞪圆了眼睛 他迟疑道 刚刚我洗澡时 热水器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我叫物业小王上来看看 怕提会你们洗澡又危险 我费力的扯出一丝笑容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让物业来修吧 张小妹点了点头 隔着门喊道 小王 你明天白天再来吧 物业小王 似乎有些迟疑 林小姐 门口的东西还要拿走吗 我稍加思索 回到 拿走吧 按照物业小王的想法 如果1801冒充闲散人 只是为了报复我 移走小时失 我损失的只有面子 但如果闲散人说的是真的 那就可以救我一命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可我的话刚落音 一道急切的声音响起 慢着 你要把什么东西拿走 我本能朝着说话的人看去 竟是赵萍萍从房间冲了出来 我赶紧用手机给小王发了信息 把门口的垃圾也带走 我面带微笑 我就让他把门口的垃圾一起带走 可赵萍萍却一脸严肃 推开我 猛的拉开大门 正好看到物业小王要拿小时狮子 别碰他 小王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用眼神征求我的意见 赵萍萍也转头看向我 她叹了口气 月月 是1801的吴小姐又来找你了吗 见我没说话 赵萍萍又扔出一句惊天炸雷 可1801的吴小姐已经死了三年了 她把手机递给我 界面上是一条新闻 新闻报道的是一位吴女士 被闺蜜和老公联手背叛 冲动之下 从18层的新房一跃而下 虽然新闻里没说哪个小区 但我一眼就看出 照片里的小区 正是我现在住的这个 因为我们小区的绿化 做得很有特色 当时开发商把绿化 还当做宣传卖点 这条新闻 下面还有几条三年前的评论 这个可怜的女孩 是我们小区44号楼的 长得非常漂亮 真是可惜了 我靠 44号楼又是18层 这个八字不应的人 根本驾驭不了 出轨的渣男贱女 给我死 照平平正色道 在他第一次找你的时候 我就很奇怪 咱们小区一层就两户住户 而且不是门对门 按照格局来说 他家1801更靠近电梯 出入都不会经过 咱们1802的门口 那他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被那么小的石屍 吓得魂飞魄散呢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变态 把我们门缝偷窥 才会被墙角的小石屍吓到 直到我查到他是跳楼死的 我才理解他那句话 张小妹表情逐渐僵硬 你的意思是 他是头朝下走路 才会被地上的小石屍吓一跳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 仿佛要跳出胸腔 有没有可能1801 后来又被卖给别人了 照平平摇了摇头 咱们班上的钱力 在房管局上班 我让他查过了 1801这套房子从没有交易 我也问小王了 1801从没交过水电费 物业小王也被吓得腿发抖 难怪17层到19层的每一间房子 都有铜钱和香薰 肯定是物业找高人不振了 我连忙问他 那你见过1801的吴小姐吗 他摇了摇头 我入职才三个月 只有他的微信 他说他一般待在外地 很久才会回一趟咱们小区 所以我根本没怀疑 我的眸光看向赵平平 难难道 那只小狮子 史诗本来就有正邪的作用 他千方百计 想让你一走小石屍 我猜测他是想进我们的房子 赵平平目光沉沉的看着我 我奶奶说他这种自杀死的 三年内必须找到合适的替死鬼 才能重新投胎 而且要生辰地点一致 连死法都要和他一样 这样才能瞒过阎王殿 赵平平叹息一声 月月 你和他的生日是同一天 我怀疑他是想上了你身 然后用你的身体跳楼 我彻底呆住了 他握住我冰凉的手 月月 你不用害怕 我奶奶说 只要小石屍子不宜走 他无论如何都进不来 我算过他找替死鬼的时间 只要熬过了 今晚他就会魂飞魄散了 今晚我陪你一起睡 只要我在 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赵平平的奶奶 我在大四开学的时候 见过一次 让我记忆十分深刻 因为他的身上 一直散着一股子古怪的气味 每次他用他那双 浑浊的双眼打亮我时 我都有些发怵 但他好像很懂 鬼神上面的事 村里的小孩 要是受了惊吓 都会找赵平平奶奶看看 赵平平先让我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他和张小妹 让物业小王进来 检修热水器 不能留下安全隐患 可我刚坐下 握在手中的手机 又震动了几下 心也不由地 跟着震了几次 我知道 这几条信息 可能还是闲散人发的 不对 应该说是那个女鬼发的 我本该扔掉手机 可我还是鬼使神拆的 打开了微信 而他发了三条消息 每一条都让我目自欲裂 嘿嘿 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真可惜 居然被你们发现身份了 不过你是有赵平平 也不是好东西哦 我刚刚发现 他床垫子里藏着一具尸体 他们刚刚不是说 香薰和铜钱 是为了防住我吗 为了证明他们撒谎 我已经进到你房子里了 我颤颤巍巍 打下几个字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女鬼秒回 我要说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救你 你信吗 哇 为什么 女鬼 为了累积功德 下辈子投个富二代 当当 哇 那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多 弯弯绕绕 女鬼 朝夕相处的闺蜜 和头朝的走路的女鬼 你会选择相信谁 哇 女鬼 本来不想吓着你 想让你轻松的 把阴气给散掉 现在看样子是不行了 刚刚告诉你 阳宅变阴宅的第一步 是让阳光进不来 而阳宅变阴宅的第二步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 房子里要按七星阵图 摆七具尸体 这样阴气就会源源不断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看着手机上的字 仿佛快不认识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房子里 现在就有七具尸体 女鬼 是 而阳宅变阴宅的第三步 你也知道了 就是让小诗师守着 让阴气出不去 这样外面的阳气进不来 里面的阴气不断产生 又出不去 就会被住在阴宅里的人 给全部吸收掉 在女鬼说出事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就已经攀缆在地上了 他立马发来新的消息 如果你想活过 今晚 需要把七星聚阴阵的阵眼给毁掉 我连发三个问号 女鬼 七星聚阴阵的七具尸体 分别是 僵尸鸟 猫头鹰 黑猫 黄鼠狼 蜈蜈 狐狸 人狮 而藏在赵萍萍床垫下的人狮 就是七星聚阴阵的阵眼 趁他现在在卫生间 你去把他床垫子里的尸体 挖出来烧掉 哇 那可是尸体 我要不还是报警吧 对面的女鬼思索了一会儿 行 你报警吧 警察本身身上就带着煞气 一般鬼怪不敢靠近 如果有厉鬼出现 我尽量替你挡下 哇 你居然同意我报警 现在我相信你是好鬼了 为了不给警察同志增加工作 我还是决定亲眼去看一下 赵萍萍的床垫下到底有没有尸体 去之前 我又给女鬼发了条信息 哇 你现在还在赵萍萍房间吗 女鬼 在 不过 你别害怕 我鬼力不高 陷不了身的 所以只能靠手机和你联系 我拿了把大剪刀去了赵萍萍的房间 好在这会儿 赵萍萍和张小妹都还在卫生间里 我拔下她门锁上挂着的钥匙 进门就把房间反锁 警察局离我们这里很近 如果真有尸体 出警 只要十分钟 现在就算赵萍萍发现我进了房间 我只要带在房里等警察来 外面还有物业小王和张小妹 她来不及做什么 也不知道是不是今晚受到的刺激太多 人已经抹了 剪开赵萍萍床垫时 我丝毫没有犹豫 可当真的看到那具灰白的老妇人尸体时 我还是被吓得跌在地上 尸体被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器皿中 腐烂程度令人胆寒发疏 她身上的肌肤已经腐烂 变成绿色 肢体上的皮肉脱落 露出了惨白的骨头 尽管如此 我还是认出这具尸体是赵萍萍的奶奶 但不知道赵萍萍用了什么方法 尸体并没有散发刺鼻的恶臭 我的脑子已经被吓得翻转昏旋 狠狠掐了一下大腿 才让自己恢复了一点清明 我立马解锁 手机准备报警 喷一声巨响 房门却被砸开了 赵萍萍 张小妹 物业小王站在门口 正冷冷地盯着我 物业小王手里拿着一把铁锤 她面无表情的 萍萍 小妹 她好像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呢 我两眼一黑 脑袋里嗡嗡作响 你们你们三个人早就认识 赵萍萍一把躲过我的手机 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月月 忘了 告诉你了 我们其实是三姐弟啊 我不可置信的看向她 张小妹不是历程人吗 所以说我和你真的有缘 我父母在我们三姐弟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妹妹张小妹跟着妈妈去了历程 而我和弟弟赵小王跟着爸爸 被压抑在心底的悲愤 瞬间滋生出来 我只觉得浑身都在颤抖 所以那个女鬼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搞了这个七星巨阴阵 就是为了杀我 可是 萍萍 为什么呀 赵萍萍一脸真诚道 月月 一路走来你真的帮了我很多 我也很感激你 尤其是发现 发风一转只可惜你的身体 太适合我奶奶夺赦的容器了 但女鬼说的都是真的 不过她看错了一点 这个阵不是七星巨阴阵 而是七星夺赦阵 赵小王一双眼睛充满力气 嘴角勾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现在已经12点了 我奶奶很快就出来了 今夜过后 她就会成为林月月 你的房产 钱都变成我的了 月月姐 你也别怪我们 谁让你那么有钱 又是孤儿呢 这样后面 我奶奶取代了你 无论她做什么不合理的事 都不会有人怀疑 张小妹说完 转头看向赵小王 小王 奶奶的神魂 一半封印在尸体里 还有一半的神魂 是在你那吗 赵小王点点头 随后她竟把手伸进了嘴里 抠下了一颗银牙 赵平平和张小妹相视一笑 奶奶真是好计谋 竟把一半的神魂 封印在你的牙齿里 小王 你把奶奶身上的玻璃罩打开 现在子时已过 我们一起解除封印 赵小王把手中的锤子 递给张小妹 示意她盯着我 然后自己转身去开尸体的玻璃罩 可她刚一转身 张小妹拿起锤子 就朝着她的脑袋 砸了一下 赵小王眼 看着一阵头晕目眩 瘫坐在地上 而一旁的赵平平 飞速从她手中抢到了牙齿 大喊道 王道长 快出来 光电火时间 偌大的衣橱 被人从里面打开 一个倒是 模样打扮的年轻人 接住了牙齿 王道长口中面面有词 手中牙齿片刻间就烧了起来 牙齿中一声声尖锐刺耳的惨叫 响彻整个房子 如利剑刺破我的耳膜 可没过多久 凄厉的声音就消失了 王道长手上只剩下一滩黑水 直到将黑水烧干 道士才停下手 我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瘫坐在地上的赵小王满脸猙獰 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赵平平 张小妹 你们居然敢背叛奶奶 你们以为找那么个道士来 就能杀了奶奶吗 做梦 就算奶奶只剩下一半的神魂 杀掉你们几个也绰绰有余 当初奶奶就是不相信你俩 才把神魂分成两半封印的 你们明知道 一半神魂受到伤害时 另一半神魂会自动解除封印 你们还敢送死 既然这样 你们就好好享受奶奶的怒火吧 他的话刚落音 刚刚还灯火通明的房子 骤然陷入了黑暗 一双血红的眼睛 正静静窥视我 带着冰冷 空洞和无尽的恐怖 下一刻 一只阴森恐怖的鬼手 直直地朝我脖子袭来 我瞬间感受到了窒息 很白的脸上布满苍老的皮肤 整张脸都被极致扭曲 他的眼珠子死死地瞪着我 下一秒就要掉出来 太好了 这具身体足够我用50年了 而你可以去死了 话音刚落 他的鬼影消散成一团黑雾 企图钻进我的身体 这一切就发生在几秒内 快到我都来不及 尖叫 好在一旁的王道长反应神速 他一边大声唱颂 一边扔出手中的八卦镜 五星震彩 光照玄明 千神万圣 护我真灵 护我真灵 巨天猛兽 制服武兵 武天魔鬼 亡身灭形 所在之处 万神凤银 急急如律令 八卦镜狠狠地击中女鬼的手 发出爆裂的琵琶声 女鬼吃痛一声 发出沉闷的吼叫 她发狂般朝着道士冲去 王道长大惊失色 这女鬼竟有几百年的道行 我不是她的对手 我尽量先拖住她 你们快跑 赵萍萍将我一把从地上捞起 转头看着道士 王道长 那你怎么办 你们先走 我自有办法脱身 张小妹也赶紧过来 扶住我 我们三人快速往大门口跑去 就在赵萍萍即将要拉开大门的时候 老鬼竟顺移过来 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就凭你找的那道士的修为 也想拦住我 做梦 我们齐齐朝房间 看去 王道长已经口吐先泻 晕了过去 而老鬼化作黑雾 飞速朝我靠近 却在马上要碰到我时 像紧急刹车般 忽然停住了 老鬼血红的眼睛反射般朝后看去 明明他背后什么都没有 可他却疯狂挥舞着双臂 嘴里发出尖利的鬼叫 你一个死了四年的小鬼 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吐 我现在就吞了你 死了四年的小鬼 难道是吴小姐 老鬼往自己身后猛扑去 吴小姐肯定不会是他的对手 该怎么办 就在我急着像热锅上的蚂蚁时 大门忽然被打开了 在月色下 一位道长披着古朴紫色的道袍 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正手持服录站在门口 道长虽然是一头银发 但他的不太沉稳而有力 看着就是法力高强 先锋道鼓的模样 他朝着我们三人看来 在下白人灌地 332人灌主李清 刚刚你们谁给我托李雨莲打电话了 李雨莲 刚刚我从网上找高人的时候 好像联系过 只是他那边信号不好 我说了两句就断了 我连忙道 是我 李关主微微汗手 我托去山沟沟里抓十份鬼了 所以派我来你这儿了 一旁的老鬼 看我们相谈正欢 被忽视了很不开心 他嘶吼一声 鬼手的指甲瞬间变长 竟朝着李关主面门袭去 而李关主神色丝毫未变 只是淡然地将手中的符露扔出 喷得一声巨响 老鬼像气球一样炸掉了 炸掉了 刚刚只用一分钟就把王道场打晕 号称几百年修为的老鬼 就这么炸掉了 这老鬼身上 背负了不知多少条人命 又是戒兽 又是夺赦的 我直接给他的二踢脚 送他个灰飞烟灭 李关主嫌弃地扬了扬手中的浮沉 随后便往房间走去 他扶起晕倒的王道场 往他嘴里塞了一把丹药 多吃多活 然后他一个后空翻 单指倒立 看向大门处的墙角 这里还藏着一个 我赶紧挡在李关主前面 生怕道长对吴小姐动手 道长 吴小姐是好鬼 今天他救了我好几次 子袍道长点点头 确实 他身上毫无怨气 甚至累积了一些功德 既然这样 老道就送他一番虔诚 说完 道长口中开始唱诵 看样子是在给吴小姐超度 虽然我看不见他 我还是朝着墙角郑重道谢 吴小姐 谢谢你愿意出手救我 我掏出手机 李关主 您支付宝账号多少 我想问问给吴小姐 找个80个佣人的那种家庭 是什么价格 没过多久 警察局的人就来了 同时还来了几个 自称灵异管理局的人 调查此事 事情的真相 也终于浮出水面 灵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坐在餐桌对面 赵萍萍喝了杯热水 缓了口气 开始娓娓道来 我从上初中开始 就发觉我奶奶有问题 她不仅不会变老 有几次明明已经病得快死了 可过不了多久 就又精神焕发 后来我发现 每次她精神焕发的背后 附近十里八乡 总有年轻女孩一夜苍老 我不敢和任何人提及此事 好在奶奶从未对家里人出过手 所以我拼命读书 考上大学 就是为了逃离她 大四那年 我和月月在语音时 奶奶刚好听到了 月月出生的准确时间 她推算出了月月的生辰八字 正好适合做她夺舍的容器 奶奶要我帮她 我自然不会答应 可她却当着我的面 吸干了村里 一个孤儿 她威胁我 如果我不帮她 她有无数种办法 让月月死得悄无声息 我只能假装犹豫不决 背地里开始寻找各种能人意识 可是这并不容易 好在这七星夺舍阵 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所以给了我时间 后来惊人介绍 我终于认识了王道长 刚刚还晕着的王道长 吃了李关主的丹药 气色好了很多 她接过话 是的 赵小姐找到我时 我根据那老鬼的生辰八字 推算出 她可能是指百年厉鬼 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所以我和赵小姐决定智取 我了解到虽然 七星夺舍阵 这阵法极其阴毒 可以强行占人身体 但对不震人而言 风险也极高 不震人必须将自己的神魂封印住 当作阵眼 一旦神魂被封印住 就修为 尽尸 任人拿捏 这是那老鬼最大的弱点 张小妹叹了口气 可我奶奶生性多疑 哪怕我和平姐之前 已经努力取得她的信任 她还是将自己的神魂 一分为二 一半封在了尸体里 另一半交给了赵小王 奶奶 封印前曾警告过我们 如果她一半神魂受到伤害 另一半神魂 就会自动解除封印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敢背叛她 她就会把我们都杀了 她带着歉意的目光看向我 月月姐 对不起 我们之所以不告诉你 是因为赵小王一直在监视T T 这我们 如果被她发现任何一点破绽 她就会解封奶奶 那另一半神魂 我们都得死 王道长点头道 为了将这老鬼一举歼灭 我们一直在等第49天这个契机 因为在阵法第49天解除封印 她的鬼力是最弱的 这些天赵小姐和张小姐一直在隐气 就是为了取得赵小王的信任 拿到她手上的一半被封印的神魂 我本以为只要解决掉一半神魂 剩下一半 我可以勉强应付 可我完全错估了她的实力 要不是李冠主赶到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我赶紧掏出手机 王道长 今天真是要您受惊了 不知您支付宝账号多少 最后赵小王被警察带走了 尸体被灵异局的人带走了 李冠主给我们房子认真清理了一番 还给我们布了个生生不息风水局 帮我们驱除房子残余的阴气 折腾一番 快天亮了 我和赵萍萍张小妹面面相去 要不一起睡 我先说我可不是因为害怕 好 好业 翻外 18015小姐市脚板 咚咚咚咚咚咚咚 自从那天我知道男友出轨闺蜜喝了点酒 日上起大风去观窗户从18楼掉下来 我就只能头朝下走路了 我东到小区凉亭休息了一会儿 凉亭里有两个人正在讨论我 女人用手肘抵了下另一个女人 哎 你听说了吗 咱们小区以前有个傻女人 因为男人出轨跳楼了 什么傻X 怎么对得起养育多年的父母 恋爱脑 性缘脑 两个人义愤填膺 将我好一通大骂 我叹了口气 真他爹地想回一句 我不是为爱跳楼 我只是倒霉 可惜我鬼力太低 不能现身 不然非吓一下他们 我正准备东去别处 忽然 轮得到你们在这里说三到四 人家都已经死了 别在背后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谴责 嘴上积点得吧 那两个女人刚想回嘴 女孩接着道 你说那个女生会不会正在听你们嘴她 小心她今晚去找你吗 哇 你还蒙得挺准 后来我才知道 她叫林月月 助我对门 我本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交集 直到我发现 她家门口出现了一对小石屎 而她的房子 开始散发着阴气 我总觉得这小石屎不对劲 于是我用我积攒的鬼力 打她电话 让她把小石屎拿走 有鬼拆来扬间巡逻 我躲了一段时间 等我再看到她时 有人正在业主群里 问她要小石屎的链接 照片里 她家门口已经铺满了阴气 可我鬼力有限 只能看出这种情况非常不对劲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林月月 好在 我有一个鬼群 鬼群的群主叫PD一头秀发 这个鬼特别懂玄学 群里每次有鬼问玄学的事 他都会秒回 有人问她ID里的PD代表什么 他说是皮蛋 因为他爱吃皮蛋 于是我把林月月的疑惑 转发到鬼群里 PD一头秀发回答后 我在复制粘贴 发到业主群 虽然中间波折不断 好在最后 将林月月就像 80个佣人的家庭 俺来咯